好 今天剛才跟大家示範 是阿元這個星期 使用外接的影像截取卡 截取我們的手機資訊 所以你會看到 那段你會看到說阿元的話 第一個除了使用我筆電上面的Chrome 可以同步把我講的中文翻譯成越南文 翻譯成不同語言 那我測試過 要用第二個Chrome的時候 必須使用怎麼樣 必須使用那個 就像大家提到的 必須使用外接的方式 那我剛才用的是那個手機的外接方式的話 在我上課的影片 就可以同步使用 那它在哪邊呢 它的手機必須要有一個 獨立的無線麥克風 像我手上有無線麥克風 或者是那個 但是因為我們走來走去 我們現在是比較方便 好OK 那就看看今天的主題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的主題是那個 忘記放時鐘了 好 對不起那個拖太久 現在錄影它 準備都快結束了 把時鐘放上來 好 好 現在呢 這次獨立式的地方 本來邀請學生跟好學生都出風差了 所以 我下次再評論我們來錄 跟大家分享 來 這邊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門課是全英文授課 它是學術寫作與簡報 學術寫作與簡報 然後 為什麼會上這個課呢 因為很簡單 阿元當時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呢 就發現說 這種簡報技巧的話 在台灣完全不會 完全不重視 完全不重視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很辛苦啊 因為老實講 我在讀書的時候 沒有遇到讓我很驚訝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我發現其中簡報的技巧 非常的被電的亮晶晶 那於是呢 剛好有機會在 IHP的時候開設這門課 讓大家知道說 阿元其實有興趣 要做這一個 要做這一個 好 那那個 這個地方的話 這邊在做 那我在做的過程中 也遇到一些順利跟不順利的事情 所謂的順利 就是說 有些預期 如果預期的當中 那不順利的事情是指說 我在那過程當中 希望鼓勵學生多寫多做 但是發現時間控制上 超出我的想像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就是很難懂 對不對 因為 學生好像少了一點手寫工具 然後在手機 在寫文章的時候 似乎 沒有用電腦來的快 但是這個環境之下 見不到電腦教室 也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好啦 那再跟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每次的簡報風格 值得我們國文去學 而且可以把內涵跟實力 透過適當的演講技巧 分享給大家 這個在台灣完全不重視 真的完全不重視 好 來 好 那 前期是聯繫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用EQ的麥克風 而且要有兩組 而且要有兩組 那兩組是什麼呢 因為一組是進到我的筆電 我的音效卡 然後直播的錄 另外一組呢 就是 就是那個 我們的 像我剛學的時候 就給他們不同的設備 給他們不同設備 像例如像這個 好 這是阿倫買了EQ的設備 EQ的設備 然後這個買的時候 大概600塊上下 上次劉老師有繼續教室使用 說這個音效不錯阿 這是接收器 那請證明一個東西 就是 這三個 兩支麥克風 加上接收器 全部 後面拿大一點 我的第一支 這三個 全部都要使用充電室的 這邊 三個 都要充電室的 因為之前我買了一組 他說 這個接收器是充電室 但這兩支是雙電室的 我那個就很困擾 你找我講嗎 講這種 我說 我很討厭 某某電商 因為 他講的不清不楚 講的不清楚 好來 那有這些東西 好來 那我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我放一下我們 學生演講的這個情況 各位看一下這個情況 來這邊 好來 那這件事情各位看到 對不起 我應該把我的這個縮小 移到後面去 好 各位看到什麼呢 我放一下 我先暫停 好 先暫停 先暫停 第一個你看到我這個簡報是多少 這是4比3還是A4 不管4比3還是A4 這個不是16比9 完全沒有辦法動 第二個 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盡量取得他們同意之後 把它放到我們的網路上 就是說就是說 就是說我幫他們錄影 幫他們錄影 那不是每個學生都同意 我就會放著 我就會放著不動 那這些東西就是正面 好來 那我就會準備這些 我找了一些資料之後 然後把資料變成一個簡報 讓他們上來講 其實本來要讓他們自己去寫 但後來發現 有困難 因為他們寫的過程當中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情況就是 有一些寫 像美國學生 他們從小就練習寫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台灣學生要直接寫英文的話 其實會有一點的困難 但我要鼓勵他們不要直接用軟體翻譯 因為用軟體翻譯的時候 有可能會出狀況 可是出狀況就是你錯了你也不知道 好 未來一定會走自動翻譯這一塊 只是說現在在這個期間 我還鼓勵大家不要用軟體翻譯 好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幫像一下這個 好這是 看一下好像 好 像不同的會有不同的展演風格 那那個 我要跟他講 就是說第一個 以學生而言的話 他們有一個環境 去做一個練習 這個是 我不曉得其他國家 就以台灣學生這個非常的缺 不要說英文練習 連中文練習機會也很少 那加上我們很開難的老師 通常不會去逼迫學生做一些 一些事情 除了我這個學期 看到圖秀典老師 到醫院的營養師 壓著他們做影片之外 他做到我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圖老師蠻勇敢的 其實這種簡報技巧 他們會發現 因為我們系學生 他們到了醫院才發現說 他的演講技巧不足 我真的很想罵三字經 有一些課程 你們那個態度 你到時候發現演講技巧不足 你才回頭來抱怨 是要抱怨自己還是要抱怨老師 所以呢 我會很鼓勵像這種 不是必修課的時候 讓大家練習 上台簡報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沒有人願意幹 為什麼 因為我們系被考選部的考試擋死了 然後 然後老師們多半都是庸才不敢挑戰 我也是庸才 不用說 那現在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我放後面一點點 好像 A是第一節課 B是第二節課 第二節課的時候 越到後面 我取了他們同一之後 我讓他們來放 像這是一個菲律賓的學生 蠻聰明記憶的一個男生 像 我就找了一篇開放式期刊 然後把他裡面的一些圖檔等等 截取到這邊去 模仿一張必報論文 他那竟然是個必報論文 讓他們去報告這篇論文 因為對他們而言 除非他們的經驗 不然 來寫一篇必報 不管語言 對他們現在還是有點吃力 還是有點吃力 好那現場的老師們 可以看到說 這個東西就是我真的 在 5月27號 半年前 錄製完畢的東西 那在這裡有一個思考方式 大家都聽不懂 也做不到 就是說 你現在幫學生錄影 取得他同意幫他錄影 因為好像不見得每個學生都 願意被錄影 只能說他們沒有元件 因為 我的這個東西是公正第三方 幫他做錄製 他的上課成果 他不見得是最完美的 但是他只要顯示他修過課 而且有進步的話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看的是進步跟潛力 不是看你拿出最完美的表現 你拿出最完美的表現 我拿不起那個錢來聘你 對不對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會幫他們錄影做這些細節 像他這個 好像這個 好這是海地的學生 那有沒有看到他麥克風這麼大一支 不是 因為他耳掛式麥克風 加上阿元的一支小麥克風 所以他看的很大一團 事實上是兩支 所以這些背後 不管是在學生的心態上 在老師硬體準備上 以及老師對YouTube的操作熟悉度上 每一個環節 真的都會花時間去做 真的都會花時間去做 好那 當然這些東西也有自己的目的在 所以我會花很多力氣去做 而且沒有任何好處 只有花自己的時間 那相對起來 像我們今天 今天比較忙 有一個學生 他鼓勵他當時被我抓來修這門課 後來他就用 他就用 我就鼓勵他說 你在寫履歷的時候 申請正式研究所 把 把這上面我幫你錄製的東西 你把它截圖跟超連結給對方 這就是你修客的證明 修客證明 後來我們學生實力也很好 運氣也不錯 就上了那個研究所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有些時候不要太短視經歷 不要太短視經歷 我尊重我們學生 今天來分享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讓我知道 下次的時候跟大家講 我阿遠已經測試完畢 下一個學期二三月的我們社團活動 我再來分享 如何使用我的手機螢幕 接取到這邊去 我給大家看這個 等一下 先預告一下 因為技術的東西我都弄完了 只要等一點點時間就可以了 好這邊 好在這邊 好OK 好對不起 那個時間到了 再等我一下 各位夥伴再等我一下 像這個 這個鏡頭呢 這個鏡頭是阿遠 你要我手在動 這是我現在同步的鏡頭 然後那邊 拿著手機的這個錄像是 12月4號阿遠的鏡頭 然後這邊是 這邊是我用Google Chrome 同時翻譯 這個是我的手機 所以等一下你看我手在轉換的時候 這個手機的畫面會變換 來 你們發現我在講中文的時候 他兩台分別翻譯成越南文跟日文 所以這個這個技術 軟體上已經設定完畢了 所以這個 對於我們接下來會面臨很多國際學生 這塊至少在老師方面可以緩衝一下 幫一點他們的忙 好來OK 好像這個呢 這是阿遠手上的手機 當作無線的webcam 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webcam 這是我手機 可以看到手機的畫面對不對 對 好OK 所以這個我已經 12月4號節目測試完畢了 所以那個未來有機會的話 下個學期的教師演習 再讓大家知道 好OK 來 那個我先準備停止錄影 有問題 我知道大家有問題 我們就關起錄影檔 我們再來聊 好 先謝謝大家